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我们今天的讲座就是同学们一直很期待的 我们唐凤 唐政务委员 还有我们家长会 杨青姐 杨会长 还有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教堂好 今天是一个很难得很难得的机会跟时间 我们很荣幸可以邀请到非常知名 非常杰出 非常优秀的唐凤 唐政务委员 来 我们同学先让你掌声 好 我们非常感谢 我们中委员在这么充实紧凑的生活以及工作中 特别拨出宝贵的时间给我们 今天我们家长会相当相当重视这个活动 所以我们的会长也亲临我们的现场 来跟我们唐凤 唐委员 致上感谢师弟 那同学们一定很期待 很想要了解 这个今天我们这个政务委员 到底要跟同学们谈些什么 好 大家都有看到主题 对不对 是什么 看哪里 上面 好 所以你要好好观察 我们今天的讲题 但是讲题是挑战自我创造什么 有限 这801 是不是 好棒 好 那这个到底呢 我们周伟委员要跟大家谈些什么 我也很期待 那因为时间很有限 同学们一定迫不及待 想要听听我们唐凤 唐正伟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所以我就先把时间交给我们 委员交给我们的讲座 让同学们要专心 校长再底下观察 因为防疫的考量 所以我们只有部分的班级 可以到其他同学 就是用线上的方式来参与 所以也希望我们现场的同学 一定要好好把握 您跟我们唐凤 唐会员互动的机会跟时间 好 那我们希望同学们今天下午 都非常的忠实 再次谢谢我们唐凤 唐正伟 我们每次任务点赞 谢谢 谢谢 然后唐会员 谢谢 谢谢 好 那请请校长 非常高兴地做个机会 跟大家对话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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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机会 那 有个角度 是不是 到底是什么角度呢 非常高兴啊 这个机会能够跟大家来这样互动 那事前好像已经有请大家 想要问我的问题 都放到这个slide的平台上面 那上面也有看到 像819班啊 818班啊 等等的同学 包含也有一些座号啊 都已经在上面 所以我今天再接下来 大概40分钟所讲的内容 基本上就是 大家之前已经提的问题来决定的 那如果之前没有提到问题的朋友的话 那可能如果刚好你有带手机 或者平板的话 可以变得这个QR Code 那这个QR Code 如果找不到 也可以手动的加入slide.com 然后输入01119 那就可以及时的对同学们 之前提出来的问题按赞 按赞的数量越高的 大家会越自动的浮到上面 我就知道说 比较多的朋友愿意听 我想这个题目 那如果是按赞数量低的 是因为已经有38个问题 所以大概后面的就不太可能都回答到 先跟大家说抱歉 那如果是在现场的朋友 刚好没有带手机 因为我刚才发现这个 大家手机好像 上课的时候是收起来的 不行 那这样的话也欢迎大家举手 那举手的话 我们的slide.com 应该是第一麦克风给大家 如果想要及时问答的话 那也随时都欢迎举手 那都知道被私立团看见 我们就是即时互动的优先顺序 是包括荧幕上面的投票 就有些顺序的 好 那这个时间跟空间结构 那OK OK的话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了 那808想要问说 在网络上面看到说 管理时间的方法是番茄钟 那除了确实按照精度执行之外 有没有什么技巧 番茄钟是这样一个做法 就是我在做任何工作的时候 都会先把它分割成不到30分钟的段落 事实上 20分钟没有 那这个20分钟的段落呢 每一个我都会想办法 那刚好在24、25分钟之内做完 那做完之后 我也不会立刻就停下工作 或者去做别的事情 而是把剩下的时间去看我前面做的那些工作 那只有在最后的这几分钟左右的时间 我才会休息一下 那就是看社群网络啊 微信等等 反正跟其他的互动 他会变了麦克风 有没有 变成麦克风 这比较分心的事情 就可以放在 从25分到30分 或者从25分到60分 就是半点钟的最后来做 那所以群网络中的一个特色 就是我的同人 我的同事 包含院长或其他朋友 大概都没有办法立刻找得到我 他们都也要等到25分或55分的时候 我才会出剪 然后才会上剪 才会会选机等等 那一开始当然是很不习惯 但是长期下来就发现 这样一个很大的好处 就是我随时在说 任何事情的时候 都是卷神换柱的 都不会在脑里 又放着什么别的事情 那我如果是被打断的话 那我被打断书记后再回来 那就会分心 那翻写中就是 确保不分心的一个做法 那这个问题是问说 那翻写中是不是 只是按照进度执行呢 不是的 翻写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精神 就是说在所有的 就是一天做人的事情之前 先去讲说 今天做到哪些事情就够了 那也就是说 像今天如果有八个小事件 工作 我觉得不会排十六个翻写 十六个翻写床 因为这样就是不让自己有休息的余裕 事实上呢 如果我有八小时工作 我通常制裁八件事情 也就是说 如果很认真做四小时 就会做完了 那只有这样子才能够在 因为一天的世界里面 留下足够多的余裕去做到某个程度 突然想到某件事情应该做 或者刚刚讲到被打断 觉得某件事情是更重要的等等的时候 那两天都不会耽误 所以不但不是就是 事前排定的工作塞满自己的时间 事实上通常都只要排到一半左右 那这样子才可以去处理 就是实际上面更值得处理的 及时发生的事情 巴黎马小问我说 遇到挫折的时候 能激励自己的方式 或者某一句话 我通常是用一句叫 Linda Cowan的一个诗人 他有一首诗 叫做Anson 那里面有一句话 我觉得很好 他说 There is a crack in everything And that is how the light gets in 那翻译中文就是万事万物 都有缺口 那缺口就是光的入口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我在碰到这句话以前 我其实是有完美主语的意思是说 我如果做任何事情的品质 没有做到98分、99分 我是不会发表 不会让别人知道的 那但是这样的问题 除了很容易就是 没有赶得上废话之外 这样做的主要的问题就是 如果做得很完美 然后再让大家看到 那当然除了帮我按赞派手之外 说真的没有办法 我没有他交得到新的朋友 因为太完美了 所以大家就是不会 跟我一种及时的互动 但是如果我不是98分 而是只有9分、8分的时候 在刚刚开始有一个主意 甚至是草稿的时候 我不怕丢脸的 我就先把它分享出来的话 那当然就会冒出很多人 尤其在网路上 去说 哎这个做得不专业啊 这不是好方法啊等等 只有这样子 我才能够认识其他的事情 我才能够认识他们的专业 所以简单来讲 就是不要要过一线啊 就是要用这个 抛转领域啊 这样子的精神 那抛转领域 我觉得就是 缺口就是汪的入口 因为只有把自己的 不管是做得不浪华的地方 想得不过清楚的地方 这个变成一个问大家的问题 这样子才真的能够去知道 说原来其他人正在想什么 以及我们怎样 自己在一起透过互动 来解决共通的问题 有823 想要问说在国外学习之后 因为希望台湾的教育制度 有哪些需要改进的 当时我在德国的时候 是1992年 那在当时我是五年级 将级读四年级 但是我就发现说 因为我在国内 当时在出国之前 是四年级 票级读六年级 那所以呢 我其实就发现 这些德国的四年级的小孩 比我在台湾前面 也碰到了六年级的同学 更加成熟 那为什么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他们有很多自己做决定的地方 他们的上课 不会像我们当时的台湾一样 排得特别满 它里面有非常多的选修 非常多的设款 非常多的加上加往 等等的这些课程 那这些课程 就让他们在年纪很小的时候 就要先以自己的兴趣出发 然后自己学着 怎么管理时间 怎么样交新的朋友 不是说好像 同一个班上的人 才能是互相熟悉的对象 而且有共同兴趣的人 就算年纪不一样 也可以通过混零啊 社区 大学啊 等等的这些结合的方式 那交到新的朋友 所以当时我就觉得 因为在台湾 应该也要有这样子的教育系统 所以我回来之后 就花了很多时间 去投入我们现在叫做 实验教育的 当时叫做自学嘛 的这样子一个活动 那这些活动当然也蛮成功 台湾的实验教育 现在也很勃勃发展 那到最后 就是这些资啊 勿动共好等等 我们在实验教育里面 试出来的一些办法 那现在当然也已经是 新课纲的最主要的精神了 我刚刚提到的这些 比较自助学习的课程啊 加上加广选修啊 等等的这些 现在也已经是新课纲 包含就是跨不同的学校 共同观课 共同备课等等的 老师的社群 这些都是已经实现了 所以呃 当时我想说 台湾的教育制度 需要改进的 也在我加入 就是宣明国教科科会之后 那也有不少的改进了 有两位朋友问说 今天唐凤伟有 名挑战传统教育的勇气 从何而来到 那应该就是我的国中校长 杜卉平杜校长 当时呃 我是上过三个幼稚人 然后六所小学 然后一年的国中 然后我到 国中二年级的时候 也就是八年级的时候 我就决定要辍学 那为什么辍学呢 就是因为当时 我通过网纪网路 认识到很多 真的做研究的学者 那我就发现说 我在学校里面 读的书啊 上的课啊 没有办法解决 我当时想要回答 一个问题就是 想要搞清楚 为什么在网路上 大家彼此相信的速度 怎么快 但是彼此互相翻脸的速度 变得快 都比面对面要来得很快 那当时的国中 当然是没有教这样子的课 实际上大学里面 也没有开这样子的课 所以我就要跟这些网路 社会学的学者 那实际透过网纪网路 来进行沟通 那当时的校长 就是跟这国中 杜维平校长 他非常的开明 那我直接就去找他开 然后给他看 我跟这些学者讨论的email 那讨论完之后我就说 您的校长 我现在学的说 我不要等下课 八小时的时间 才做研究 我希望连上课 八小时的时间 也可以做研究 我可以想要16个同事 都投入研究 你们也就职 也就是这样的容许 那些学者也没有 因为我当时才14岁 就把我当作小孩 隔着网路看 也不知道我到底几岁吗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开始一起写论文等等 那所以当时小长 顾小长想了一下 就说 好啊 那你明天就不用来 我们学校了 那我就说 你可是当时 我们是讲过 入训教育 那教育团员 从来 那校长就说 教育团员 对我帮你 帮你挡着 所以简单来讲 就是 有一个非常开明的 讲迪我很多空间的校长 等于是保留我 能够在 就是 很多中年 可能年晚的情况下 就先是投入 这接下来投入创业 那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本来 对这个 来到 比较 我怀疑的 我的家人 特别有办法 等等 那也行为校长 可能是帮我训练他们 那所以这样子 来到 所谓的挑战 专业 教育的勇气 可以说是 完全是 从杜校长来的 非常感谢校长 有两位朋友想要问说 那您对英语的 自学的立场 给青少年有什么建议 我学英语 是宣传这场晚 我英文是 大概十五 三四岁 才开始学 那英语的话 是可能十六七岁 十七岁左右 才真的开始讲 所以我教英语 并没有什么特定的强调 基本上 就是跟我正在教英语 那个有些什么强调 我大概就是什么强调 因为小的时候 并没有学英语 那为什么会学英语呢 是因为 我在十三四岁的时候 接触到一个很有趣的游戏 叫做梦大风明会 那就是The Gathering 它是一个纸牌游戏 现在好像还在玩 那当时的梦大风明会 并没有都翻成中文 基本上大部分的牌都在诗英文 那为了要玩游戏的关系 所以我就必须要去记一些 很艰深的英文的单字 那因为广大风明会 我们知道它 会固定的出很多新的牌 所以就算完全相同的一个功能 它就要一直换着不同的字 来讲这件事情 这样子 才能够就是出新的指牌 所以同一个像Comperspell 这个概念 那它可能就会出各种名字 什么Dissipate, Annulation, Abayance 什么之类 那都是一个 就是比较坚涩的一些字 但是对我来讲 反正我只是要打牌 我并没有特别觉得说 这些字是困难还是先看 然后我就把它学起来 那也因为在网络网路上面 有很多人来讨论 怎么样主态 怎么样子去竞赛 那所以我就要求 在网络的讨论室上面 就随便跟人都可以开始聊天 因为在聊天室上 大概不会有人管文法 不会有人管天子 反正词能答应就好了 所以也就是说 我学英文的时候 并不是把它当作英文 外国理文的科目来学习 我也完全不在意说 到底就是文法 或者听自由的问题 重点是作无同 或者是因为我真正想要玩 就是那个制度的 英文只是我接触那个 学习的一个工具而已 那我在英语上面 也是完全相同的情况 当时我在网络上面 接触到很多 做一些学习的好朋友 那有一天就觉得说 那时候我二十五十几岁 还是出口 我就想说 那我是不是就环游世界 然后去拜访 在这二十几个城市里面 我的网友 那只要他们愿意 家里有个沙发什么 给我住 那我就反正从一个国家 来外国家 所以 在两个二十几个城市 我就发现说 我英语讲的 完全没有关系 因为很多人他们母语也不熟悉 讲也不怎么样 那不管是举手画脚 或者是用机器翻译能力的 反正到最后 能够与此理解就好 那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然后我也会去对于 不管太多这样的文言 或者是一些英文 大概心里都没有什么空虚 因为都有 非常多很正面的经验 不管是拜访朋友 还是大致台游戏的一些正面经验 我完全没有那种 好像凭做一个自卑老师 想出来扣分的那种经验 这种蛮不同的学权业的方式 可以说是完全沉浸式的 应用的方式来学习 那有两位朋友们问说 小时候因为太聪明 在学校会霸凌 就会是否克服这一切 但是我小学二年级的时候 就是八岁的时候 那可能不是因为我太聪明 而是因为我考第一名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事情 那所以 就是在那个班级上面 我们自由班的第二名的同学 常常就会带头地霸凌我 那为什么他霸凌我呢 那当然是因为他会去 如果没有考第一名的话 他的家长会霸凌他 所以就是受害者 变成加害者的一个故事 好 那所以那后来 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很简单 就是我就休学了 那所以我二年级下学期 就没有去学校了 那休学之后我做什么呢 我花了很多时间看书 我看了很多 小蒙特索利 皮亚杰 萨迪尔 就是那些研究小胎的心理学的作者写的书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想要知道 为什么一个八岁的小孩会这样子对 另外一个八岁的小胎 因为研究小胎真的蛮有用的 再加上跟一些学哲学 学心理学的老师们讨论 我就知道说 原来他这样子做 是因为他对自己的 就是成就感的这种焦虑 这种焦虑是从他的家庭来的 因为他把自信建立在一个不稳定的基础上 相对排名的基础上 因为你看我修学了 他真的编第一名吗 可是他的成绩也没有因此比较好 那完全是一个虚幻的一个东西 那所以就是这样子的结构 让我发现说 如果我们不要未来再让这样的八岁发生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在学校的时候 不要给小胎做这种很无聊的一个人 就可以解决的题目 而是一定要让同学都解决一些 以群人加在一起才能解决的题目 作为了Castle这样子的题目 那这样子的题目自然就会让大家彼此合作 而不是彼此竞争 那每个人可以找出自己在里面有贡献的方向 那只要他找到他的方向 一转身他就赢在起跑点上了 因为没有别人跑那个方向了 所以重点还是说 那个跑道端来是怎么样子划的 那我理解到这件事情之后 当然就克服了 因为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不是当时某一个特定的人的问题 而是只要这个题目还在 就以智慧类似的巴黎的事情出现 所以我就把我的力气都花在 怎么样子去改变这样子的界头上 很想象的想到的一些教育改革的工作 希望回答到这个问题 那有各位朋友问说 808问说 面对当今教育制度的看法 当时要你选择非体制教育 包括放弃去美国啊 放弃保送建筑啊 原因是怎样啊 那后面这一部分我刚才大概已经回答过了 就是因为我很早就投入研究工作 那这个研究工作运气很好的 就是当时非常多在网绩网络上面的投资人 愿意来资助我研究这样子的题目 所以我的研究题目就变成了 我1996这些年的创业题目 那当然我创业了很多次啊 像前年创业一次啊 然后之后又创业好几次 那到现在还在创业 所以就是当你找到了这个题目 它是对全球都有帮助的 那这个时候其实从就是研究到创业的这个过程 那就会非常顺利啊 那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所以自己是不是一种教育 那就是我觉得也是一种教育 就是说我是透过诗作来学习 而不是只是看其他人做过的事情来学习 那放到今天意思就是说 重点是放在做出实际有价值的事情来 所谓的competence 就是和谐能力 或者说素养 就是具具提出奉献 那不是只是所谓的letracy 不是试图 不是只是看得懂课本 或者看得懂新闻报告而已 那我想对于当今的教育制度也是相同的 就是我们现在在新特党的概念之下 我们都是希望本来是试图 就是大家都看一样东西 变成素养 就是每个人都做出不一样的贡献来 那我也觉得这个呢 我国中二年级的时候的那个方向是很明智的 所以如果换到今天的话 那当然不管是在实验教育 应该是在体制教育里面的实验精神的课程里面 应该我都会有比较大的空间 所以我如果换到今天再来读办年级的话 那可能就不需要抽選了 希望有给大家这个问题 那有班女方的朋友想要问说 在天象杂志的专访里面啊 您提到 希望这场事不看失败 做别人绝对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请问如何可以达到这样子的心境吗 这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睡好半个小时就可以达到这样子的心境吗 那我想大家任何人都是一样的 就是如果是睡眠不足 什么是睡眠不足 就是闹钟左右闹醒 对不对 就叫睡眠不足 那虽然如果睡眠充足 这些都睡到灾难心的话 那大家都会有这样子的一种雅亮 去试试看 就是到底今天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以及不一定是 昨天觉得适合做的方式 今天就一定要继续做 但是就算是我自己 我如果是睡得很不够的话 那我也会觉得说 我没有能够空闲去想新的创新的方法 我就昨天怎么样 我就今天还怎么样而用 那所以我觉得充足的训练 真的是最重要的 那而且呢 所谓的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并不是说我今天就要做到全部啊 我只要做出一点点贡献 也就可以了 所以我常常是在顺前去看 各种各样子的要互相争通相对 各自都觉得只有他的解决方法 才对别人的解决方法都不对 很多主张 很多疑问 很多抵爱 那但是呢 我都不会再到里山树声音 我也可以打乱他们 那我就快速的看过去 然后我就睡 睡吧当一小时醒来 往往都会出现一些综合性的一些想法 可以同时照顾到这些不同的创意 但是你就可以解决实习的问题 那不管是 就是今年大家 很多人使用的那个简讯试验词 那个也不是我自己的想法 那个大概是四五个不同的 就我们叫公民科技 公民科技的参与者 各自提了不同的角度的想法 那我的工作其实 把他们每一和在一起 然后用一种一致的方法 把它综合起来 然后让大家知道 所以也可以说 我整整睡觉的那八个小时 才是在做工作 那如果要做事情特别困难的话 我就加班 就会睡到九个小时 大概这样就可以达成这样子的心境 那有三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成为现阶段的我们可以怎么样做 将来才会有机会 成为像委员一样的作为偏财呢 我觉得当然就是睡狗 睡狗是最重要的 那除了睡狗之外 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去确保说 如果你在做任何事情 你觉得勉强的话 那就是稍微学习一下 就有点像是说 在我小的时候 小学二年前的时候 我没有当到 我说八年变得非常严重 我就先休息一下 就是先休学了 不是要大家休学的意思 可是说碰到什么 就是不舒服的 不顺利的事情的时候 与其是透过什么吃苦 当吃苦啊 什么不合理的什么磨练呢 什么之类的方式 逼着自己去适应 就是旁边的人或环境 给你的期待 那不如把自己和旁边的人的期待 所不同的地方 看成某种缺口 但是既不是你的错 也不是环境的错 而是缺口就是光路路口 总是可以想得出一些创造型的方法 可以让你很开心 就是跟舒服 更不用觉得好像会妥协 但是在环境可以发现 所以这样子的做法也不错 那这个就是创新的来源 所以我常常说 这个由创而行 就是先用那个痛点 先有创的部分 但是不是说 你就硬着头皮去创 那就不是创新的肉片创伤 对不对 那所以由创而行 就是你在创之后 可以稍微停一下一下 那会想出新的方法来处理 这样 有三个人们问说 迎接人宇宙 青少年应该具备 怎么样子的能力 还有怎么样子的态度 是所谓的metaverse 人宇宙 它讲的就是说 我们的虚实整合 好比像说现在 我们同时的现场的演讲 跟他先生的朋友 这样子整合起来 就是一种虚实整合的情况 那所谓的元宇宙的意思 就是说 里面虚的部分 它栩栩如生 所谓的歌球就是比真的还真 所以呢 在元宇宙的情况下 我就可能就是戴一个不同的眼镜 那戴上之后 现在就是班级中间的空地 就会突然跑出这个在圆端的这些班级嘛 就是好像阴阳院那样子 就是即使看得到在同一个地方的人 又可以看到在异暗的人嘛 对不对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 就是大家就可以超越时区和空间的限制 那大家都有种共同在场的感受 这个就是所谓的元宇宙 当然我一向都觉得说 元宇宙不是二元宇宙 就是不是 好比像说有Facebook帐篷 跟没有Facebook帐篷 好像就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 那应该要是多元宇宙 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自己去客制化 他想要跟其他互动的这些方式 像slider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因为在上面只能按赞 不能按虚 就是不能按不赞 所以这就是重来的一个正能量 那在上面呢 大概都是秘密的 除了有些人有这样做到之外 虽然也没有办法做人生攻击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在上面安排 我们人和人之间互动的这些方式 达到一个Pro Social 就是大家越来越彼此情人 而不是Enter Social 就是越来越彼此不信任的这种互动方式 那当每个人都能够来安排 这样子的互动方式的时候 才是政治意义上面的多元宇宙 才不会说每个人 就是好像被迫去接受 这种比较不舒服的那种互动方式 所以根据被什么样子的态度呢 就是如果看过训练 某种互动方式的话 那就是所谓的Maker Spirit 就是那种行李来 就是设计出更好的互动的方法 我相信大家不管是玩Minecraft 还是玩Uloblogs 还是玩Scratch 然后随便 那当然都有很多 就是安排互动方式的经验 所以我也讲的大家都很熟悉 所以就保持 就是这样子的太队就好了 所谓的 Reality is just another window 大家在多人线上游戏里面 学到的一些经验 其实我们放在所谓的现实世界里面 也是适用的 有聊艾克人们问说 说明呢 对于任劳你是怎么样做到 都不会不会 而且还会联系的恢复 可能因为我在2006年 加入新经院之前 有6年的时间 都是在一个 苹果电脑里面的一个开发团队 叫做Siri的开发团队 互相工作 那Siri 你知道是在苹果电脑 或者是手机或平板上面 会就是你怎么骂他 他都可以不理会 甚至还可以联系恢复 的一个机器人 那Siri这个机器人 当时 当加入苹果的时候 2010年 还不会说中文 它是会说英文 我感到一点点西班牙文 那我的工作 大概就是确保 它在每一个不同的地方 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 来表达出同样的这种幽默感 这个并不容易 所以我们在每一个不同的语言 都找当地的 讲那种语言的人 包含当地的诗人 剧作家 文学家 这个 喜剧演员等等 那确保说 就是Siri可以用很短的时间 不但了解你的言外知情 而且可以比较恰当地把那个 互动的情境引导到 刚刚讲到 比较有建设性的这种方向 所以当时我就学用看非常多 就是世界各地 大家怎么样子 漫马Siri的这样子的话 那所以我现在看到任何一种新的 好像是漫马的文字 我都会觉得很珍惜 因为第一个我还没看过的已经不多了 那第二个是说当我看到新的 就好像是国物学家 发现一些新品种的生活 我就有一种心上的态度 就好像可以这样子融合了学到的一课 这样会有种很开心的一种感觉 所以 大概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就是不管怎样做人生风景 我就把它当作语言的材料 作为的语料 那我的回应呢 我就是针对里面 我绝对有件事性的部分回应 那其他的部分 我就收藏起来 让我自己知道 什么方向的语言 可以这样子用我的维闻 有简佈了 然后就再感谢这样子 那有808的朋友问说 你的读书状态是什么 你再怎么样子才能够把书读好 我现在基本上已经完全不读指纹书 那所有送我指纹书的人 我都经常给我辨词书的代码 那如果那时已经绝版了 根本就没有辨词书的话 那时候我就是把它拆掉 那个书的辨店 然后用高速的扫描器 直接把它扫进去 然后透过就是文字辨识 又变成了编子书 为什么我只看编子书呢 其实道理很简单 就是我看的时候 我并不是每一个字 在脑里都翻过去发出声音 我就是可能每一页 就是花三四秒钟 然后留下一点点湿之印象 就翻过去翻过去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在睡前 一本很厚的书 几百元的书 但是我也可以花半个小时左右 就这样很快的把它翻过去 那因为脑里不发出声音 不会打分作诊 所以我就是把作者的整个概念 大概有一个影响 然后就去睡 那睡起来之后 其实我也完全没有过目过往 就全部都忘光了 那但是唯一记得的是 就是里面一些关键词 以及这些关键词的 彼此的例行 就好像一个心智主义 放转到里面 但是因为诗件词书 所以随时我想到说 那我想要看看这个作者 怎么讲这件事的时候 我就用全文件词 我就可以回去 把这个关键词 真正提到的那些段落 我再重新比较细的看一次 而且有另外一个好处 就是我最近看过的所有的书 里面提到同一个关键词的时候 我可以用关键词找到新的书 再看那个书里面 前面后面都不管 然后只看有关键词能够断落 然后再看我们的赛培许 再看一本新的书等等 所以其实在看一本书的同时 通过类似超连接 或大家如果用过维基乃克的话 超连接的这种方法 一次看了七八本书里面 关于我们完全词的这个部分 所以虽然价格之下 很像过目不忘 但是完全不是这样 完全是靠去文件诸 就是想到关键词 怎么会掉出来那一段 所以感觉上到像有点过目不忘的情况 那这个就是把我的背书的那一部分的记忆底 我就是交给我的电脑去处理 因为再怎样穷人检索 都用电脑穷人检索 不要那么清楚嘛 那但是我的自己 就是内部的理解力 都是划在 就是对里面的结构 以及一些关键的概念 现在大家知道 这种主题标签嘛 HASHTAG 这些主题标签中间的关联的互动 那这个是我在脑里面 去假设我现在就是 看本书脑里 同时可以放七个概念 所以大家都是七个概念 大概会不是放 就是在看这个段落里面的 而是这本书里面的主要的主题 它开始很明显 画不同的章节 但我们看完之后 大概就剩下这七个关键字 会记在我的就是长期记忆里面 希望我们回到解误的问题 那有纽约他会说 如果没有任何限制的话 那最小为台湾做出什么样子 资讯相关的应用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当然事实上 你可能完全没有任何限制的 我们无论如何都受到物理定律的限制 受到光速的限制 什么的 如果把这些限制都猜掉 我们来讲这个创作是什么意义的 但是我觉得我们在台湾最近这两年来 特别是在防疫的这两年来 确实要我有一种 就是每一个人只要 任请共同的防疫的这个目的 那大家不管是在就是 带口罩的滑色上面 或者是各种不同制作 其实是QR code的方法上面 或者是 写各种新的方法器等等的方式 确实是不受我们以前 好像创新只能集中在一个地方 这样子的限制 而是每个地方都可以创新的 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所谓资讯相关的应用 并不是由我一个人做出来的 如果没有这样子一个 好像大家可以要等到政府创新 才能够创新的限制 而是每一个人 好比像说想要知道空气品质 那就可以把薛校园的空气盒子改一改 让它的精确度更高 或者是让它能够量色更多的东西 想要增加我们的新闻的素养 跟新闻的品质 那大家都可以加入 TimeChain 就是试试查核的工作 像真的假的 这些专案 加入之后 那在像叙事科技的绑架达人 或者Busco啊等等 这边立刻大家的贡献 就进入我们的 就是讯息查核的这个管道了等等 也就是说 只要有大家共同创新的这个空间 资讯相关的应用 就是所有受这些资讯应用影响的人 我们就不再有使用者 跟创作者的差别 而是随时能使用任何东西的时候 如果看不顺便 那就稍微改一下 改一下之后 如果这个真的很不错 那对你的这一个改作 就是更好的 这些朋友们 就可以立刻围绕人的神殿 你就变成一个新的 创新的专案的这个来源 所以如果没有任何说 好像只有特定的人 才能创新的限制的话 那我最喜欢为台湾也好 或者对所有的这个 民主的政体里面的圆明 做得也好 就是这样子一种 Nothing about us but not us 就是关于谁的应用的事情 那就要谁来一起做最另一个 这样子一种创新的结构 那808想问你说 你们的智商很高 对于我们来说 智商很高好像是一些优点 那对你们来说 你们造成什么不方便 就像我刚刚讲到的 就是我智商再高 短期记忆再好 绝对也是抵不上群位检索 其实不可能 不可能避到 那所以任何人 他只要手上有手机 不一定要有手机 但是就是有某种 与您助理的话 那其实 我们在做智力测验里面 测验的那些批评 全部都可以在这台手机上面解决 所以任何人受伤身的一台手机 智力 IQ就是167条 所以意思就是说 我们大概是不会有智商来决定说 哪些人可以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 不是 就是任何人只要学会使用 不管是新版 以后手机也好 网络的实现这些资源也好 那其实智商全部都是这样的 就是都是167条 那这个情况下 智商变成最不重要的一件事情 反而是说 有智慧的空间 像slide的这样子的空间 可以把大家事先提出来的问题 透过投票排序 各种方式 让大家知道 大家注意现在在什么上面 那这个应该会变成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 所谓的群众社群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是互相相连的 所谓connective intelligence 那不是说把所谓的智商 集中在特别的个体的身上 那所以 就是对大家所谓的个体聪明的 这个有点 对我来讲 有的时候确实是不方便 因为 也许一个旁边的人 会觉得说 哎 这个团众这么聪明 那什么事情都给他想就好了 那这个时候 我就得抛出一个 看看成熟度 只有百分之八 百分之九的方案 然后大家就无大事所望 觉得的话 怎么才这样子来语言 我觉得很深切 但是这个时候 他们就给 花费氛围力量 他们提出来的这些 所谓打链的方案 那在二十四小时 我觉得 又会变成我们新的国共政策 那大概是透过这样的方式 来 所谓的学众设备 变成我们创新的一部分 有两位特想要问说 这你觉得台湾和国外的教育方式 有什么不一样 这要看你所谓的国外是哪一国 这可能没有很反开而论 不过我觉得在台湾 我们很棒的一点 是说我们在学校学习的这个过程 对现在 确实是已经比较于 就是学生可以自己找创造的理念 找想要解决的问题 所谓的课程 或者是 我把它叫 purpose-based learning 就是以某一个社会使命 某一个环境使命 作为秘密来学习 我们已经往这个方向转向了 那在我们附近的很多的整体的学生 还在比较像我小的时候那样子 就是背书啊 或者是转机器电脑可以做的事情 但是让学生做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觉得我们是确实从东亚的这种 应付考试的应试教育里面 已经算是摆脱的比较快的一个地方 希望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这个问题 有位朋友问说 在一家自学的期间 那怎么样要求自立的学习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只挑你有兴趣的事情来做 那所谓的自立往往都是发生在 所以你要勉强自己去学一些 自己没有兴趣学的事情 但你之所以很没有兴趣 很可能是因为 从学到某件事情 到做出对你旁边的人有帮助的作品 中间那个实在是差太久了 就是说你现在学 那可能20年以后 你才能够真的按照你的这个所学 去做出一些奉献 那但是我刚刚讲到的 所有的这些 中作中学的这些题目 都是在你今天学到的一些东西 稍微做一些修改 因为不是要求你从头做到稳 而是把别人做到一些程度的东西 稍微改做一下 让它变得更精确 更好用 更可爱等等 那所以当你做这样一点点改变 就把你该为集团课上面的一个字 立刻你就让后面看到这篇文章的人 有一篇有品质这么好的文章 你要那从学到一个 到你学到的分享出来 要分享出来有正面的社会价值 等于是完全没有实现的差距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不需要自律了 因为每一个活动 事实上就会获得一个同侪的社会的肯定 那有这个肯定 当然就会支持我们 不断的继续学 然后不断的进行创作 表面时间要几点 还有五分 五分吧 好 那所以还有两分钟 那有一位朋友问说 请问您是如何跨出那一道 所谓不可能做到的墙 并且让自己的信心 去面对那一件事情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所谓的跨出不可能做到的墙 就像刚刚讲到的 就是转向可能做到的那个方形 然后踏出一步 我不会觉得说 好像我今天就必须要解决所有的问题 但是我今天心态 有一个新的创意的想法 我也不会说 我等到明天再试试看 我想到一个新的做法 但是我今天就会实际上做分开 所以意思就是说 在短期里面的那个可行性 跟长期里面 它造成一种正面的社会的影响 它并不是两件事情 如果我们每次都说 那等我想到一个百分之百 非常棒的主意 我才去实行的时候 那很可能就是你整天 都没有做到任何特别的事情 但是如果我是说 没有 它只要你昨天的状况 稍微好像有百分之零点零二 那我就愿意去试试看 这个新的方法 到底有没有好那么一点点 要是没有的话 我也很公开可能跟大家说 都是那个新的方法 那可以有没有好一点点 那这样的话 无论如何每天 都可以做出一些贡献 那假饮食 花了这个十年二十年 做同一个体力 像我十五岁到现在 年纪我都是同一个体力 我所以已经二十四五年了 那这个时候回去看 就发现说 那当事觉得不可能的事情 那现在因为大家都安平往路 所有的民主政体 在疫情的这两年 也非常习惯 这种趋势整合的沟通方式 所以当事觉得在外交上面 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在民主推进上 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也现在不小心 好像都完成到 蛮好的这个程度 所以日期越累之下 那当然可能觉得 不可能做到的事会完成 但这是宴基赛 外事万物都有缺口 然后缺口就是 光的入口 每天就稍微做一点点 让一点点光 偷进来 大概就是这样 那我们一向准备嘛 所以两件事我们就五分结束 谢谢 谢谢 好 我们先 帮忙一下 谢谢 因为时间很高 我们先请校长跟校长 会长帮我们表现做好 麻烦我们下长跟会长一起走过来这里 还有我们唐委员 谢谢 好 我们再次谢谢唐委员 毕丽 演讲 好 谢谢唐委员 好 我想同学区的问题非常多 那我们如果扫进书澳口里面 就可以看到同学区的问题很多元 等一下校长跟我们委员讨论一下 同学的问题 还有很多希望我们的委员跟我们分享 那我们可以透过什么样子的方式 可以 也许我们再找其他的时间 再邀请我们委员 播出宝贵的时间给我们 再跟我们同学做一些分享 那今天也没有 也可以让同学们 跟我们唐政委面对面的 一个沟通跟讨论 同学们应该是有点意味劲 那我们也希望同学们 刚刚听了我们唐政委的分享 应该还有很多的一些感触 或者是您有一些想法 那也期待同学们 把今天你所听到的好好消化 然后自己做一些思考 我们希望很快的会有机会 再继续请我们政府委员 再跟我们同学 真的有一个机会 可以面对面沟通 也让我们现在正在参与的同学 有机会可以到现场 好 那我们再次热烈掌声来 谢谢 好 我们常向你们 那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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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今天 谢谢康委员 那主任又有闻到 一句非常重的话 就是缺口就是光的入口 希望康委员就是你们那一道光 引导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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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向正确的一个人生方向 那最后我们再来 谢谢康委员 是好不好 好 一起来 谢谢康委员 谢谢康委员 我跟康委员说再见 希望下次有机会 能再请到康委员 那各位同学 我们现在就起立